国内有越来越多参与铁人三项的运动人口 也因此9月底即将在宜兰梅花湖举行的周济杯 将近有4000个人来报名 其中两位年龄不到20岁的美少女选手 更是备受关注 以前游泳队游泳就是头埋在水里拼命游 其实岸上在干什么你也不知道 就看他舔之后发现你这样一跑 大家在旁边欢呼就很有成就感 只要你有用对方法 其实不用怕说肌肉会变怎么样 其实线条也是很好看 看起来更健康 也是那种健康的 而不是那种 不会擦跑要平的那种 画面上您看到宣传蓝色上衣的郁琴 他今年只有16岁就读高中二年级 原本是游泳队后来改练三铁 甜美的外表加上云串的春彩 每回参赛都是众人的目光焦点 而另外一位是穿着红色上衣的吴寒 今年19岁 就读大学三年级 国中的时候就拿下了第一个三铁比赛的冠军 波举是体育剑将 吴寒高中的时候还是花莲女中的仪队 也弹得一首好情 这回要两位美少女加入战局 更增添了铁人三项的可看性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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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